这头鬼子马上就要渴死了 潜艇的氧气也即将耗尽 可这群鬼子却待在海底一动不动 生怕会发出一丁点声音 因为就在他们上方 一艘美军驱逐舰已经将他们锁定 只要潜艇发出一点动静 美军的深水炸弹 就会立刻投入海底 危急时刻 一名赶死队员立刻表态 要求自己驾驶鱼雷 以自杀的方式去击沉美军 艇长刚想答应 但突然 他就想到了更好的求生办法 只见艇长急忙叫来工程师 接着便小心地拧动鱼雷 一瞬间 鱼雷中储存的氧气 开始朝潜艇不断涌出 所有的小果子 也立刻大口瞬息得到缓解 然而 鱼雷的氧气是有限的 如果继续选择等待 那么他们还是会死在这里 于是艇长当机立断 很快就做了个大胆的决定 他发现美军在攻击完后 总是会左转弯绕一个大圈 所以潜艇只要在被攻击时右转 就可以躲开深水炸弹 并且还能来到驱逐舰的侧面 然后就可以发射鱼雷将其击沉 做这样 经过三头鬼子的不断测算 他们立刻就启动潜艇准备进攻 而美军的声纳员 也迅速检测到了动静 于是美军立刻追击 并迅速锁定了潜艇位置 紧接着 随着长官的一声令下 一发发的深水炸弹 也瞬间残射而出 就这样 在进行完第一波攻击后 果然 美军舰长随即左转 而鬼子的计划也立刻展开 他们迅速掉头右转 很快 美军驱逐舰的侧翼 就完全暴露在攻击范围 进 进 紧一瞬间 四发鱼雷就同时射出 与此同时 美军也检测到了威胁 但他们已经来不及进行躲避 就这样 凭借舰长的勇敢 炸弹成功将鱼雷拦截 而接下来 就是美军驱逐舰的反击 只见驱逐舰全力加速 朝着潜艇就开始追击 情况万分危急 日军急忙下潜躲避 可驱逐舰的速度实在太快 下一秒 潜艇的舰桥就被撞倒 潜艇瞬间左摇右摸 各种仪器也开始出现故障 紧接着 潜艇就不受控制 开始朝着海底急速下潜 没过一会儿 就来到了190米的深度 此时 每一个鬼子都紧张万分 巨大的水压 也将潜艇管道瞬间击破 各种仪器也纷纷出现破裂 此时 每个鬼子都充满绝望 他们紧紧地盯着仪表盘 似乎死亡已经降临 但突然 伴随一声剧烈的撞击 潜艇直接撞到了300米的海底 巨大的冲击力 也让一颗鱼雷从仓室掉下 鬼子急忙不然 但碍于鱼雷500斤的重量 鬼子当场就被打死 而更绝望的是 此时的美军驱逐舰 也依然坚守在潜艇的上方 势必要将鬼子碎尸万段 此时 绝望和无助 全部写在了鬼子的脸上 甚至已经有鬼子 写好了临死的遗书 但就在这时 艇长看着地上的尸体 却再次想到一个逃生的办法 在日本 你可以随便骂他小鬼子 但千万不要低估他们的实力 这艘藏在海里的日军潜艇 为了能躲过美军驱逐舰的追击 竟然将死去的队影 通过鱼雷把刀发射了出去 很快 潜艇的杂物就飘到海面 可美军舰长一眼就发现不对 因为死鬼子的衣服整洁 一定是有人装饰好了 就这样 鬼子的潜艇只能继续潜伏 但很快 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 潜艇的温度就越来越高 氧气也马上就要用完 似乎死亡已经是他们的归宿 这时 匿名鬼子的赶死队员 再也无法忍受 他声嘶力竭的就要冲出潜艇 队友急忙阻拦 不料 一把潜艇却突然掉落 美军声纳瞬间发现 下一秒 一发发的深水炸弹也投入水中 但好在 由于潜艇的位置太深 鬼子并没有遭到致命的打击 但潜艇内的氧气 现在仅还能坚持一个小时 就算不被炸死 也会被勃勃憋死在这里 危机时刻 艇长决定输死一搏 他打算同时发射两发鱼雷 以伪造成螺旋桨的声音 不出意外 美军的声岸员 迅速就检测到了动静 美军舰长急忙下令追赶 认为日军是想逃跑 就这样 等美军的驱逐舰走后 鬼子立刻上浮 并迅速来到驱逐舰的侧面 下一秒 随着长官的一声大喊 潜艇的最后一发鱼雷也瞬间发射 此时 所有的鬼子都屏住了呼吸 这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但突然 美军的声岸 也检测到了危险 舰长急忙佐满多进行鼓励 可由于双方的距离过近 伴随一声爆炸 美军的战舰就会瞬间击中 见此情况 鬼子潜艇立刻上浮 想将驱逐舰一击必杀 可万万没想到 驱逐舰并没击沉 而且船上所有的炮口 也立刻扭转方向瞄准了他们 情况危机 日军已经全部愣住 艇长急忙下定弃船逃生 可所有的鬼 却全都站成了一排 坚决要和潜艇同声共死 然而就在这时 潜艇却突然收到一封电报 没成想 日军竟然已经投降 鬼子们简直不敢相信 可看着驱逐舰上欢轻的美军 他们也只能无奈接受 可就当艇长准备投降时 没想到 一名日军的赶死队员 却用手枪抵住艇长 要求他下令撞击猛军 必须要为死去的战友报仇 但这时 随着美军不断发出的警告 鬼子也跪在地上 终于在最后时刻醒悟过来 然而我认为 这只是鬼子怕死的表现 我们一定要牢记仇恨 坚决抵制一切日火 我认为你来忘记一刀 谢谢观看